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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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 它已经跟当地的一些自查技术 当地的一些水土完全地融合了 形成了自己很独特的一个品种的特征 这款大红袍金观音的葱泡方法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选用盖碗 这款金观音的香气非常的迷人 而且很突出 有兰花香 桂花香 还有奶香 用盖碗的盖子纹香是特别合适的 要尽量用高温 第一泡的时候用高葱 把它的香气逼出来 到后面是不惧怕做杯的 就是你闷得久一点 也不会有苦涩 也不会难喝 它的品质也非常优秀 香气很好 滋味也比较醇厚 茶韵很足 我们喝在嘴里面 它又有清香芹乌龙茶那种鲜爽的感觉 又有盐茶那种温度 它经过备火之后的火温和盐韵 综合性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去吧 去吧 去吧